大家好,大家午安 好,歡迎大家今天秋空出席 我們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醫臨床中心及中藥房的 中醫藥健康講座 我們今次的講座系列是 專病專治,延緩衰老 我們有幸請到我們臨床中心主任 張群湘教授為我們講一課 關於腦退化症的 有請張教授 各位朋友,午安 那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腦退化症的中醫辨症調節 這個順便做一下宣傳 我們的臨床中心 都幾美的 腦退化症 中醫來講 沒有腦退化症的 通常我們 中醫來講 有個叫做健忘 就是 整天都不記得 打個比喻 就是在廚房 就想去廳那裏拿東西 一去聽到 那裏拿什麼 是吧 忘記了 那回到廚房 哦 是啊 真的要拿剪刀 一去聽到 又忘記了 是吧 那這個呢 就是 是 腦退化的一個方面 是吧 另外呢 就是 中醫 有一個 第二個名字 叫做癲狂 那當然啦 癲狂呢 就是 主要是腦退化到一定的時候呢 就是 情緒呢 就是 比較 波動 啊 比較多度 那實際上 我們 講的這個 腦退化呢 原因有很多的 是吧 中醫來講呢 主要是什麼呢 五臟的功能 失調了 什麼叫做五臟的功能 失調了呢 心肝脾肺神 五臟的功能 啊 所以我們 我們 在平時呢 注意五臟的功能的調節 實際上 對腦退化 很有幫助 啊 那還有呢 可能會 有些 雨啊 有些濕啊 阻滯著 使腦呢 哎 退化 啊 啊 所以 我們 香港人呢 都比較好的 很喜歡什麼呢 煮些 健脾去濕湯 哎 對腦有幫助 啊 等一會兒我們展開呢 再和大家講一下 因為濕呢 阻止了之後呢 導致了腦細胞的功能 難發揮 所以 有時呢 我們 經常呢 要注意 去濕 還有呢 就是 血痕都不暢順 啊 血痕都不暢順 特別是有時候 特別是有時候 有些都這樣上下 年紀呢 喜歡坐 不動 血痕都不暢順 都容易退化的 啊 啊 有些呢 就 未必是 年紀大 整天都坐 有些是 喜歡坐 不喜歡動 啊 啊 那這個時候呢 血痕都不暢順 實際上 血痕都不暢順呢 除了我們說的 坐在那裡 啊 整天都坐 會導致 我們身體有些 愉快的產生之外 導致心血管啊 啊 神啊 啊 還有腦的功能失調 所以我們平時呢 如果在家裡的時候 啊 特別是這陣子疫情啊 啊 更加需要什麼呢 動一下 啊 動一下 所以 這陣子呢 我就經常 向一些的老人家 整天都不方便 出去 又怕出去 去推介一個動作 叫做什麼呢 原地走 啊 原地走 這個原地走呢 很方便的 啊 大家可以 看看我做一個示範 是吧 可能 等待會兒未必拍到的了 不要緊 就是 我給現場的 和大家示範一下 好 如果在網上 現在有網上聽的 未必看到了 不要緊 我們在現場 和大家示範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原地走呢 不一定是這樣的 啊 不是這個 是什麼呢 隔腳爭的 是吧 隔腳爭的 是吧 你每次呢 你每次呢 在家 啊 八號風球 十號風球 都不怕了 啊 啊 有空就這樣走一下 啊 原地走 幫到血循環 對腦退化有幫助 除了 幫到 腦退化有幫助之外呢 我都有不少的病人呢 很勤力練這個動作 就跟我說 欸 這陣子我的血脂好像低了喔 這陣子我的血糖都低了喔 欸 挺好的啊 是吧 甚至有些人說的 這陣子我練了之後 這陣子肚懶都低了一點 哇 挺好的 是吧 啊 所以這個動作 啊 就是這樣練了 是吧 所以有些人說的 蛤 叫我運動 這陣子很曬啊 不去得了 這陣子呢 啊 就是疫情很厲害 不敢出去啊 不敢運動 甚至呢 就是什麼呢 星期六 星期日 哇 很多那些奔妹在我們坐著 我怎麼好意思運動啊 啊 你去我家 啊 不用好不好意思了 就是 是吧 啊 這個動作 啊 所以 經常做些 行回轉頭先啊 哈哈 不好意思啊 因為網上還有聽的聽眾 所以呢 我們說的 經常做些適當的運動 剛剛我做示範的這個運動呢 就是適當的運動 對腦退化很有幫助 啊 啊 昨天呢 我門診 啊 有個 男士 七十幾歲的 他覺得自己 周身不妥啊 並且呢 走都 好像 好像 很吃力的嘛 啊 啊 我即時要他做 原地走 啊 我說我一邊開坊呢 你一邊走 你不要停 哈哈 啊 我開完坊之後 我說現在你感覺如何啊 咦 是啊 就是周身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差啊 並且呢 他來的時候 要 要人家扶著他 過來的 走的時候 自己這樣就 走 是吧 啊 那是什麼呢 我們 的確是要適當的做些運動 啊 運動呢 不一定說 運動 越厲害 就越好 不是的 要適當運動 實際上我們五十歲以上的人呢 最好做的運動是什麼呢 柔和的運動 不一定說 哇 我一定要馬拉松比賽 不需要的 啊 啊 又不需要說啊 啊 我要 圍圓呢 要跑幾圈 又都不需要 剛剛我講的 原地走 這麼平和的 啊 幫到氣血運行 除了 除了 防止腦退化 全身的血循環 都有改善 啊 這個時候呢 有時候 關節痛啊 肌肉痛啊 這些 都會 改善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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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 講的 腦退化 當然啦 中醫還有一個 詞句 叫做 痴呃 那大家聽到痴呃 就已經是 就是 腦的力方面都弱了 是吧 啊 已經是 比較差了 啊 我們先了解一下 腦退化 有些什麼症狀呢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這 我剛剛講的 這幾個症狀呢 如果 有兩個 咦 我中了啊 可能都有點退化的了 啊 所以要 注意一下 不過呢 都是 五十歲以上 啊 有時候 十幾歲 可能有這些 這些症狀呢 可能未必是的 啊 可能他不喜歡動 是吧 五十歲以上 我們看一下啊 第一 第一 早上起床的時候 覺得 啊 沒有了精神 好悠悠 頭重重 哇 有沒有這些 感覺呢 哇 中了一個先 是吧 可以中落栽 哈哈 好 紀历下降 不要忘記 還有 哇 好大 忘記自己存了多少錢 哇 這個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 哈哈 沒有留意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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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這些 如果是 前面幾多日子 忘記了自己存了多少錢 零點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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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半 啊 第三 就是 講話的時候 或者行動比較遲鈍 啊 開始 就是 很遲呆了 啊 表達呢 很多方面 不是很流暢 啊 打個比喻 現在我 今宗的有些病人 九十幾歲啊 九十幾歲啊 九十幾歲 一整整治中藥 啊 整治二十幾年了 過來 每次呢 他過來的時候 不用工人帶去的 啊 每次來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 可能他癡癌少些 啊 你看每次來的時候 是不是呢 哈哈 哈哈 好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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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行法 但是呢 有些七十幾歲 好像七十幾歲而已吧 好不好 那個人呢 就已經是動作 好遲鈍了 啊 每次來的時候 這樣來的 這個動作 大家一看就知道 咦 起碼都有一些腦退化了 是吧 哈哈 啊 所以這個時候 基本上就有時候 不用把脈 我都 啊 都說 你有腦退化 啊 你這麼厲害啊 沒把脈啊 這些不用把脈了 哈哈 哈哈 啊 還有第四 講話比較囉嗦一點 經常講些 啊 打個比喻 啊 就是 出門啊 戴鎖匙啊 跟著一會兒 戴鎖匙啊 哇 哈哈 是不是很暗沉啊 哈哈 哈哈 這些 好小事的 是不是 戴鎖匙 每個人都喜歡戴鎖匙的 是吧 就是 啊 小事 太暗沉了 是吧 啊 都有一些腦退化了 啊 所以有時候大家要注意 為了表面自己沒有腦退化呢 不要太暗沉 是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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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暗沉 啊 第五 對 時間的感覺 比較 淡漠 或者比較亂 是吧 對時間的感覺比較亂 是吧 比如說 我昨天呢 去了金鐘一趟 那其實呢 他那些 朋友呢 或者是 子女呢 就說 你幾時 昨天去過金鐘啊 是啊 我 我昨天去金鐘看 張醫師嗎 實際上是上個禮拜的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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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了 就是 這些就是有些腦退化了 這個時候 小小腦退化 不要太傷心 啊 就是 調理一下 是吧 或者做一些運動 會減少的 是吧 所以不要太傷心 啊 第六 方向感比較差 是吧 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是吧 有時 一走出街的時候 最害怕了 是吧 所以 所以有些子女 找他的時候 在哪裏啊 我來接你 我現在是灣仔啊 實際上他在金鐘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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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子女去灣仔去接他 沒有啊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在哪裏啊 這樣 方向感測 是吧 第七 就是 以往呢 很多事情做事 很主動的 現在很消極 啊 不喜歡跟別人交往 有些 本身是 很多年的朋友 打電話給他 一起喝茶 沒有啊 沒有喝茶了 啊 不喜歡了 是吧 當然這陣子 疫情都很難說 是吧 害怕嘛 這個 疫情害怕 不喝茶 不是腦退化 哈哈 這個是注意 啊 第八 就是 料理家務 沒有條理性 是吧 有時候 有時候 本來呢 就是 家裏 撿得 事事件件 現在呢 回到家 哇 好亂啊 是吧 這關明 有些退化了 啊 還有 講話 寫文章 很容易出錯 啊 這個就難說了 是吧 有時候寫文章 寫得少 都會出錯啊 啊 所以 要看情況了 是吧 還有 剛剛講的 情緒不是好穩的 好容易發怒 都不知 什麼 激怒他 是吧 那所以 有時候 剛剛 已經 哄到他很開心的 轉回轉頭 突然間發怒 啊 為什麼啊 老腿化 是吧 老腿化 還有就是 飲食沒有快樂性 啊 白天 睡覺 晚上活動 哇 這個就是 好拿命的了 是吧 有些 老腿化得來呢 他就 晚上就不睡 到處走 哇 那些 照顧他的人呢 就很害怕了 是吧 因為他到處去 不知道去哪裡呢 啊 這個時候 當然 這個都可以中藥 調回他 那個叫做 生物中 亂了 可以調回他的 啊 十二 美國失靈 啊 啊 美國失靈 啊 所以我都經常 跟一些 家人說 啊 或者是有些 病人過來 啊 現在家裡 哪個煮菜啊 啊 阿媽咯 啊 他煮菜 最好吃的了 咦 要換一下了 啊 為什麼呢 年紀大啊 有時候 退化呢 味道差點了 啊 可能 他退化之後 拿了很多鹽 他都覺得很淡啊 啊 但其他人呢 一吃 哇 這麼鹹呢 又退化了 是吧 要注意 啊 還有 有 吃 吃煙的時候 喝酒的時候 哇 越來越厲害 啊 因為他 不需要自控啊 是吧 反過來 吃煙 喝酒 多的時候呢 會導致 腦腿化增加 啊 還有 經常覺得 耳鳴 頭暈 眼花 哈 哈 這裏面 大家 有沒有覺得 有兩方面相似呢 是吧 要注意一下 哈哈 哈哈 都不要緊要 哈 兩方面 有小小的而已 是吧 用中藥可以調的 哈 或者是自己做一下運動 都可以調的 啊 不要太害怕 是吧 好了 我們剛剛講的 腦腿化 終於來說 主要是 有些什麼方面 引起腦腿化呢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五臟六腑的 那個功能失調 特別是五臟 心 肝 肥 肺 神 失調了 好 就是本來 就是很合 的 我們身體五臟的功能 互相很合 的 現在失調了 不合 是吧 所以 很容易腦退化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 痰多 是吧 影響到腦的功能 所以痰多 我們平時 飲食都要注意 飲食注意 是吧 小食甜的 甜很容易燃 小食甜的 冬野 煎炸 油膩 酸辣 老火湯 哇 真是 老火湯都要小食 是啊 老火湯 容易惹濕的 濕醉就變成痰 所以 我們到差不多年紀 就是 要注意這方面 是吧 濕多 痰多 容易腦退化 是吧 就是要注意這方面 是吧 還有就是 剛剛說的 氣製血癒 血癒 剛剛說的 小玉 都是血 容易血癒 氣製是什麼呢 氣製 就是很喜歡 就是 悶症啊 很多時候 見到有些東西 不開心 或者屈住在心裏 氣製 是吧 這個氣製 很多容易 是什麼呢 影響光 光影響神 神影響腦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所以 原因方面 我們將這些方面 調一下它 腦退化為減少 或者是 就是越來越好 所以 有這些腦退化 不要太害怕 太害怕是什麼呢 傷到氣 任何東西 一害怕 傷到氣 差點 是吧 包括 現在我們經常 有些專家說的 cancer 有些五十多歲 一車車到 哇 啊 癌症 兩個遇到 死了 什麼原因 有些人說 癌症嘛 所以死了 不是 是嚇死的 是吧 啊 真的 所以很多專家 就說的 癌症 很多腦癌 癌症 癌症 三分之二 是嚇死的 算是嚇死的 這是嚇死的 是 是嚇死的 沒有嚇死的 現在的中藥 西藥 都有辦法去 控制他 當然 未必可以 醫好他 但可控制他 是吧 現在我們 所以我都几十年前,那时候我刚刚毕业,去医院做中医师,一下子就收到一位什么病人呢?肺癌症病人,两个礼拜死了。 所以当时来说,医肺癌症没什么疑惑,很快就死了。 现在,很多肺癌症在我这里医,八九年都没死,并且是晚期的癌症。 那是什么呢?中药、西药都有办法控制它。 你一怕它,抵抗你下降,伤到气,这个时候抵抗你下降,伤到气,就很快翻天家了。 所以脑腿法是一样的,别怕它,可以去跳,用中药也好,用西药也好, 或者是自己做些运动,也有办法把它护护。 好,可以。好啊。 好了,我们这个题目呢,叫做脑退化的辨证调节。 什么叫做辨证调节呢?就是,每个人的脑退化可能都不同,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我们要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脑退化。 终于来说,就是,所以,要看,哪个人的状态是哪种。 不是一张药吃到脑,或者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未必是的。 有个人不同的。 第一种情况是,叫做心疲不足。 什么意思呢?心疲不足。 除了脑退化之外,个人很容易忘记东西,睡觉不一样, 并且是没有什么胃口。 这些脑退化呢,叫做心疲不足。 啊,心疲不足。 当然啦,如果大家想真的调一下自己的身体呢, 可以去医师那里,把痕膜确定一下。 啊,有一条方叫做鸡皮汤。 这个鸡皮汤呢,可以是承药, 又可以是医师开别,就是煲汤喝的。 都有功效的。 是吧?都有功效的。 这条方呢,鸡皮汤的保抑心皮。 OK。 那如果想吃承药的时候,鱼皮汤都可以买到的。 是吧? 只不过是承药呢,那个丸呢,效果会慢些些。 煲汤呢,效果会好些。 看看大家时间的问题。 是吧? 好,第二种的情况叫做, 神经规号。 即是神虚座。 神虚座。 怎样看到我们神虚呢? 我们首当其中是什么呢? 腰和膝,酸软。 腰和膝头。 哇,整天都很酸。 酸软。 那除了, 很容易忘记的东西之外, 还有什么呢? 容易暈。 耳鸣,嗡嗡响。 这个耳鸣呢,它是什么呢? 细声的。 嗡,细声的。 多数是虚多些。 神虚。 是吧?神虚。 所以, 有一个承药叫做, 鹿味帝王羽。 可以加减使用。 鹿味帝王羽, 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有承药。 鹿味帝王羽, 各伏公司有。 可以这方面加减。 意思呢, 都可以在鹿味帝王羽园的基础上, 再加一些药。 这个鹿味帝王羽园比较好, 是什么呢? 比较平和。 鹿味帝王羽, 除了保神之外, 很多时候它可以保佬。 我都试过的, 在考试前, 吃鹿味帝王羽园, 即是基性好些。 是吧? 那些汤都记得多些。 所以, 有研究说, 鹿味帝王羽, 可以增强记忆。 是挺好的。 那说来, 鹿味帝王羽, 鹿味药, 哪些药最好呢? 实际上里面有个叫做帝王的。 这个帝王呢? 保佬。 保佬。 当然啦, 其他的配合它的效果。 好, 这个是神虚的。 是吧? 我们叫做神经规号。 意思是有些神规, 是吧? 是吧? 那通常呢, 我对于病人, 我不会说他神规的。 神虚。 是吧? 说神规, 哇, 很伤心的嘛。 是吧? 所以神虚。 但是知道, 虚都差不多, 叫神规了。 是吧? 是吧? 所以, 要他自己明白, 你是神虚。 是吧? 神规呀? 比较虚呢? 我就不肯说神规那个字, 是吧? 所以, 免得他相心了。 是吧? 好, 剛剛我們說過談。 很多談。 除了退化之外, 很多談。 很多談。 叫做談族上妖呀。 上妖在哪裏呀? 上妖老。 所以平时有时 那些痰好像很多 还有痰什么痰湿 所以大便有时经常很削的 很散,不成型的 有时腸腕比较差点 这个湿重 要注意这种情况都容易脑退化 叫做弹俗上摇 所以有时有些人过来 最近我不记得东西 有时又很容易累 一问,弹湿西里 问他大便怎样 我大便很正常 很畅通 如何畅通 我一去洗手间 哇,就没有了 就磨出来了 哦,这个正常 是啊,我一向都是这样 一向都是湿 不是一向都是这样的就是正常 因为他大便不胜型 因为他大便不胜型 磨出来 其实等于磨肚 那样 濕重 有条方,叫做温蛋汤 都有承约的 这个温蛋汤 千万别以为 温蛋汤 那么,使得我热气怎么办 未必 这个温蛋汤 不是这个温义的温的意思 是什么呢 温是什么呢 调和的意思 调和光胆之气 这个就是平时很喜欢不开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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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温呢 实际上是调和的意思 是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 啊,温蛋汤 嗯 知道是正东西 是吧 是吧 好 还有一种型 叫做光屈气制型 这个呢 就是平时很喜欢不开心 是吧 是吧 就是什么呢 都容易 从坏的方面去想 是吧 不开心 光屈 是吧 光屈 是吧 是吧 光屈 这个时候要说过 实际上平时呢 很喜欢 从不好的方面去想 尽量 啊 positive 正面少少 是吧 正面少少 整天都更反面 哇 很负面的去想 光屈了 啊 光气不畅信 当然啦 刚刚我来说的 光气不畅信 影响到神 神再影响到脑 所以很多时候呢 开心 少少 是吧 就是 雖然我都不是 不是宗教人士 有时候呢 我都 有些朋友呢 带我去 就是 星期六啊 星期日啊 去礼拜 是 啊 我都听到有些 啊 就是有些字句 都几十道理 分享给大家 是吧 是吧 圣经 圣经 啊 十七章 二十二字 里面讲的 喜乐的心 乃是良日 憂伤的灵 使骨枯干 啊 是吧 positive 好好啊 是吧 是吧 喜乐的心乃是良日 啊 所以 正面的情绪 可以帮到自己 老呢 都没有那么容易退化 啊 当然呢 要调 除了 情绪的 配合之外 我们有一条方法 叫 柴户梭光散 这个都会有成弱的 柴户梭光散 通过柴户梭光 把情绪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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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好 还有一个体型 叫做肺气虚 不够气啊 这些肺气虚的人 很多时候 什么呢 运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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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们平时呢 坐在那里 或者站在那里 都可以 做一些 呼吸运动 要什么呢 比较柔和的 深一点的 慢一点的 呼吸 很好 因为我们老子 最怕是什么呢 缺氧的了 最怕是缺氧的了 是吧 最怕是缺氧的 你小运动 平时呢 很注重 比如看电视啊 或者是看书啊 太注重了 那个思维去到书那里 或者电视那里了 呼吸就不注意了 那么 经常是什么呢 血氧不够 脑子很容易退化的了 所以中央来说 这个是所谓 肺气虚 有空呢 就做一下 很简单 但是有些病人呢 过来我这里 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经常做些 深呼吸运动 他说行了 我知道的了 很容易的 下次呢 过来看我的时候 他说不行 我一呼吸就透昏 为什么呢 过度呼吸了 是吧 我刚刚说的 心的呢 深的呢 又要搖 又慢 一些 可以呼吸一下 顶呼吸吧 我 引试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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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不透昏都算你一本事了 就是 是吧 啊 我说你不单是透昏了 你这样呼吸 你这样呼吸 做了什么呢 血压高啊 你 真的 所以我刚刚说的 要注意呼吸 要游和的 什么叫游和 你看 大家看一下 我对着麦 有没有声 看看 呼吸 没有声音的 这个就是游和了 慢一点 深一点 咦 这样的呼吸有效 刚刚那个太粗声 对我们身体太野蛮了 是吧 我们身体里面呢 都终于游和的 是吧 所以 呼吸 要 游和少少 是吧 好了 除了方 啊 sorry 少说一句 不好意思 有条方叫保肺汤 这个保肺汤 都有承约的 是吧 如果真是 肺气不够的时候呢 可以 哎 保肺汤 或者是 觉得 嗯 都是煲药方便些 或者是有效些 可以去中医师那里 开些 保肺汤 是吧 好 有时呢 我们说的 啊 药色 就是同源了 有时有些食物呢 对 保肺汤都有帮助的 是吧 比如说 花生 菠菜 大蒜 荷兰豆 香蕉 栗子 啊 鱼头 是吧 是吧 以形保形 是吧 是吧 都ok的 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 啊 啊 花生呢 就是 蛋都保肺的啊 啊 蛋里面的蛋黄 有 卵轮脂保肺 但是要注意 未必食太多啊 啊 卵轮脂之外呢 蛋黄醇偏高一点 啊 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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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去做过 山东那里 和一些专家去做些研究 九十岁以上 啊 看看他们的饮食习惯 基本上是什么呢 他们很习惯是什么呢 每日早上 一个叫做呼轮蛋 就是水煮蛋啊 啊 啊 这么多狗蛋 蛋黄醇高的啊 未必 啊 每日早上一个蛋 九十多岁 好精灵 是吧 好精灵 所以 一日吃 一只蛋 问题都不大 啊 啊 如果 他九十多岁 有这样的胆固醇 都抵了 啊 啊 所以 啊 所以不用怕的 实际上 是吧 所以 啊 适当的营养 OK的 对保佬有帮助 但是 大家要注意 其他的 不要注意 关键的花生 有些花生 有毛 一定要注意 啊 最好就是 撕开来 煮 因为 它里面呢 夹着 将它有 有菌 啊 黄曲霉素 这个时候呢 就 很毒的 是吧 要注意 其他的都OK 啊 那有些说 香蕉 很凉的哦 就是 是不是 你这么多 够胆介绍 给我 不过你都 吃了之后 不算太凉 都OK啦 是吧 都吃都OK的 或者是 和家人share一下 每人半条香蕉 是吧 是吧 OK的 好 在中药方面呢 有些 刚刚我说的 有些方 之所以说 哎 保佬啊 都是有这些 这样的中药 对保佬有帮助 是吧 是吧 那我推介给大家 一些方 有这些中药的 OK 是吧 是吧 那经常呢 我们说的 要吃同源的 有些呢 哎 吃中药 真是 不太好 中药 用食料 都OK的 是吧 比如说 这个叫做 蛋黄 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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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什么 红棗 粥 煮粥来喝 OK的 好保佬的 就是 是吧 好保佬 红棗呢 还可以补一下 血 所以有些 贫血的 脑退化 效果都OK 那当然啦 如果是 血糖不是很高的 加少少糖 味道更好 是吧 如果是 血糖偏高的 不一定放糖 是吧 是吧 因为里面 草呢 有些田的 都OK的 是吧 那 这里呢 分析 哎 如何对脑退化 有帮助 是吧 当然啦 我们刚刚说的 蛋黄里面 有卵伦脂 是吧 那里面的淮山呢 都可以保神 对脑有帮助 是吧 红棗呢 又 益气养血 又对脑有帮助 所以 以此类退 这个食疗方 OK的 是吧 好 另外呢 就是 有一条古方 叫做 森林霸術省 这个森林霸術省 都是治疗脑退化 主要是什么呢 脾虚有湿 我们香港人 容易有湿 为什么呢 处于可阳性的气候 这个时候 容易有湿 经常吃下 森林霸術省 挺好的 有承约 有承约 都有森林霸術丸 我都 现在有些亲戚 买森林霸術丸 有24 OK的 挺好的 所以 基本上 我家里的老人家 八九十岁都很精神 挺好的 好 除了森林霸術圆之外 我们大家看看 森林霸術省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一 八十二 五 七 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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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七 七 七 这些事情要有个方法 记忆来增强 有什么方法呢? 我打个比喻 这个森林伯术省有这么多蜜蜜 我们稍后记住 看看 这个森林伯术省有四蜜蜜 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四君子汤 这个四君子汤是什么呢? 人生伯宁伯术甘草 就知道 这条方 新宁伯术省有四君子汤 记得四君子 四君子 我们记住它的时候 当是四个人 四君子 四君子在那里做什么呢? 你记得 四君子在那里搞科研 搞什么科研? 农业的科研 农业的什么科研呢? 就是用豆沙 练着一个大的桔 山桔 就是以豆沙 豆沙 红豆沙 绿豆沙 那个豆沙 是以豆沙 是以豆沙连大山吉 记得了? 四君子 以豆沙连大山吉 大山的山吉 实际 实际 实际上每一个字代表一味药 乙就是 以米 豆沙 是以豆沙 是以豆沙 是以豆沙连大山吉 一条方便记得了 一条方便记得了 是吧? 当我们记多几次的时候 就知道 哦!原来 新年八十三 就是这些药 实际上 我们又背到这个方歌 增强记忆 是吧? 所以 增强记忆 除了我们吃药之外 都需要 平时记东西 用些方法去记 同时 都可以做一些运动 来帮到记忆的 其中这个记忆是什么呢? 叫做激天鼓 天鼓在哪里? 在我们的后枕的地方 激天鼓呢? 我们就是 将两个手 按自己的耳朵 按耳朵 我们先连下两个手 先 食指放在中指上 食指放在中指上 弹下来 弹 弹在哪里? 弹在颈的位置 弹在颈的位置 好 我们用手 按住耳朵 弹在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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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下 经常回去 弹在后枕的地方 防止脑退化 第二个动作 是什么呢? 叫做五指运动法 大家看看 先把我们的手 先大拇指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反过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再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反过来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对了 阿歪 有人已经跟着我读 的确要读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除了手做运动之外 我们的声音 耳朵 入了耳朵 促进我们的大脑细胞 试下 我们要读出来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大家一定很聪明的了 真的 哈哈哈 坚持 坚持 这样做 五到十分钟 每日 两到三次 至少你从厨房去听到 知道拿什么了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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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个动作叫做 松静公 就是放松自己 是吧 放松自己 是吧 然后呢 你的大脑的功能呢 就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是吧 所以每次呢 自己放松 不要想太多事情 是吧 将好多集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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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他 每次呢 坐他五到十分钟 安静点 坐下 一些 深呼吸 咦 一日 两到三次 你 越来越 静灵 一定是 有帮助 哈 哈 这儿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精神爽利啊 多谢大家 哈哈